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第三隻眼睛大理看世界 踏入2024青龍年以來 由1月1日日本石川爆發大地震以來 一直是災難不斷 例如最近廣東暴雨已經持續了近一個月 多地洪水滔天 甚至出現整個村被滅頂 鱷魚出逃的百年一遇的洪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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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4日 廣東氣象局連續公布的139個暴雨預警訊號生效 尤其是中山和珠海 暴雨令街道被淹 車輛泡水 有當地網民發帖說 好像天空打開了水龍頭 據當地媒體報導 廣東、中山、珠海等地遭遇暴雨突襲 局部降雨量達到特大暴雨級別 暴雨導致多處出現積水 部分街道 社區積水深度腰部 不少車輛浸在水中 中山市氣象局5月4日4時05分公布消息說 中山市三防辦已經啟動防暴雨 而及應急回應 珠海當地網友披露 5月4日珠海暴雨 道路被淹 商場被淹 田車場被淹 大量車被淹 珠江口上空的水龍頭打開了的節奏 各位街坊注意了 除了珠海和中山 茂名 陽江 深圳等地的降雨量也很大 深圳天氣說 該市出現暴雨局部大暴雨 全市平均64.3毫米 強降雨出現在西部的保安和南部沿海的南山 福田 鹽田 最大累計雨量和最大一小時雨量 都出現在南山區蛇口街道東角頭站 據《廣州日報》報導 4日上午11點 廣州市氣象局部門應公佈 納沙、化刀、月壽、天河、黎灣珠海區暴雨黃色預警信號 廣州市由5月4日11點20分啟動防暴雨 內陸4級應急回應 中國天氣微博發文說 珠海鬥門區暴雨紅色預警 鄉州區和高山區暴雨橙色預警正在生效 局部一小時降雨量已經超過100毫米 網友留言說 深圳暴雨、廣州暴雨、韶關暴雨、清遠暴雨 5月4日珠海暴雨 去年也是颱風來的時候下幾天大雨 今年沒有颱風的情況下也是這樣下 今年的廣東天被篤出了 暴雨就沒有停過的感覺 廣東的天真是漏了樣子 這是我家旁邊的東江大道 有時我也會走這條路上班 中國大陸除了遍地都是災 異象也是密集出現 特別是立下前更是大雪紛飛 例如4月28日河北內蒙古多地出現罕見積雪深厚的四月雪 5月1日四川多地落大雪 5月2日晚上到3日青海突然落暴風雪 西泥高速、德馬高速等路段積雪液冰 幾百部旅遊的車輛被困山裡 有遊客穿著背衣滞留四十多個小時 5月4日凌晨6點開始 雲南超通開始大雪紛飛 落雪持續四十多分鐘 5月5日立下這一日吉林長白山落雪 長白山落雪期通常是每年11月中旬至每年4月中旬 立下落雪的確罕見 另外5月2日下午1點半台灣玉山也開始落雪 大約半個小時後才停止 積雪有0.5公分那麼深 有民眾擔心 就要立下竟然落雪 會有什麼警示呢? 立下落雪 在中國民間視為不祥之兆 認為它預視著會有災難要到來 所以有言語說最怕立下天氣寒 中國民間還有一句言語這樣說的 立下行動令必定是災難 意思是說到了立下節氣的時候 如果還出現好像冬季一些這樣的景象 例如落雪的情況 或者是氣氛突降 如同冬季一樣冷的話 那就預視著這一年的年景不太好 可能會有各種的天然災害出現 其實不僅有自然災害發生 對糧食作物的生長也會帶來不好的影響 會影響當年的收成 據古書《禮記中記載》 曼夏行秋令 則苦與掃來 五谷不知 四匹日寶 行東令 則草木失敷 後乃大水 拜其成國 行春令 則黃蟲為災 暴風來格 受草不實 意思是說 如果在初夏時節氣候如同秋天的時令 這樣將會導致頻繁的陰雨 這樣的氣候不利於五谷的生長 因此四方鞭脾之地的人 可能會因為莊架協修而湧入城堡層頭庇護 如果在曼夏時節前後氣候如同冬天的時令 那麼草木會過早枯死 之後可能會因為冰雪融化等原因引起大水 這樣的水災可能會破壞成國 如果在曼夏時節前後氣候如同春天的時令 這樣可能會引起蝗蟲災害 同時也可能會有暴風來臨這樣的天氣不利於草木的生長 尤其是開花結果的植物可能無法結實 而夏令行冬令必定是災烈的意思是說 如果快到了夏令或者夏季時天氣還沒有和亂 還出現落雪和大幅降溫等冬天才有的氣候特徵的話 這樣就預視當年是災烈 因為落雪會令作物發生凍害 從而造成糧食減產甚至出現糧食危機 我簡單上網查了一下 由2019年至2024年 這六年中除了2020年立下沒有落雪之外 其餘5年立下前後也有落雪 但2020年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被稱為立下不熱小寒不寒的一年 大家想一想這幾年是不是天災日禍不斷 那大家是不是還想到另一個問題 這幾年由於年年立下前後落雪 這麼大的天氣異常 中共國沒有農作物生長會不會受到影響 或者一年沒有怎麼看出來 兩年沒有怎麼看出來 現在三年四年 大陸的朋友覺得會不會有發生饑荒的可能呢? 而法國先知落茶丹馬斯 也早在400多年前預言了2024年 除了旱災、水災、疫災 還會有饑荒 美國零媒求替海文尼亦預測2024年 將出現糧食短缺 下面我們再來看另一個報導 五一假期前後 中國疫情升溫 多地民眾披露 疫情從來沒有離開過 當局一直隱瞞不報 醫院沒有檢測核酸 新官當感無醫 令很多人交叉感染 不少人莫名其妙死了 據不完全統計 至少四十多名中共將領 因病去世 而武警部隊副司令員鄭家蓋中將 是最新一例 4月22日據當局消息 武警部隊副司令鄭家蓋中將 因病醫治無效 在4月19日北京病亡 4年63歲 鄭家蓋在任內去世 但當局並未提及他的病因 公開資料顯示 鄭家蓋是湖南省石環縣人 1979年參軍入伍 1984年加入中共 去歷任集團軍副參謀長 副軍將 制立軍區空軍副軍將 兼參謀長 制立軍區副參謀長 北部戰區陸軍參謀長 武警部隊參謀長等職 鄭家蓋在2011年 晉升少將軍閑 2017年後改為武警少將 2019年晉升武警中將 2020年改任武警部隊副司令員 據中共喉舌媒體報道 鄭家蓋是國軍將領鄭動國的後代 鄭動國在第二次國共內戰期間 曾擔任國軍東北朝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等職 1948年遼尋戰役期間向中共投降 值得留意的是 最近至少40多名中共高級將領病亡 這些將軍都是中共黨員 根據中共官方公開報道 大紀元不完全統計 2023年下半年7月至11月的5個月內 至少26名中共靜軍職 以及上級別高級將領連續病亡 其中包括原空軍司令員於鎮武常將 原總參砲兵部部長文濟少將 原廣州軍區副政治委員兼紀委書記王瞳鐸中將 海軍員副司令員沈賓業中將 工程院院士國防科技大學教授寧永迅 之後的2023年12月至2024年3月中旬不夠4個月 中共軍方至少15名高級將領病亡 其中包括原海軍政治委員魏金山 原第二炮兵副政治委員史克遜 原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錢海浩 原國防科工委副主任沈春烈四名中將 以及工程院院士 原304醫院副院長姓志勇 接下來的2024年3月30日至4月2日4日時間 至少4名中共高級將領病亡 包括中共少將張力洪 原南京軍區空軍副司令員 韓德彩中將 原廣州軍區副司令員 宋文漢中將海軍呂少將霍寧 在2022年12月中國大陸爆發新一輪COVID-19疫情以來 中共黨員、官員以及為中共站台的各領域專家、學者、 名人密集病亡 但中共當局一直在掩蓋疫情 不過2023年8月 法輪功創始人李大師就明示 疫情主要是針對共產黨 以及那些蠻從中共、維護中共、為中共賣命的人 現在疫情已經進入中南海 又進入軍隊、進入高校和科研領域 那些什麼病毒專家 也沒有逃過因病醫治無效的死亡名單 並且死因不詳 現在添滅中共的進程已經開啟 時間也越來越緊逼 希望更多人能夠在這個所剩無幾的時間裡 抓住機緣聲明遠離中共邪教組織 給自己一個美好的未來 好 今天的節目就和大家談到這裡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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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有請 我們下次見 以後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請